近日上海不少商场发出餐饮店恢复腾食服务 现场限流开放的公告 6月8日午间 记者走访了位于上海市闽航区的众盛世界商城 其中四楼餐饮区已全部开放 并恢复了腾食服务 不少市民已入座就餐 因为家里吃的饭吃了两三个月了 吃腻了 还是想在外面来多尝尝不同的味道吧 对我刚一直在拍照片 我就特别想拍一张很好看照片 然后发到朋友听 然后告诉我的朋友们 我之前堂食了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听说这边堂食开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过来 心情很自动很开心 感觉恢复了往常的生活了 恢复堂食服务后 不仅时刻心情愉悦 店家也干劲十足 为了开门迎客做足了准备 从昨天开始也是做了一个准备的工作 员工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都可以正常上班了 重新复工了之后 大伙的心情都比较高涨 这两天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在跟我们的供应商进行洽谈和对接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货物物资准备齐全 有店家向记者透露 从目前的客流量来看 趋势相当可观 同时商场和各店家均推出系列促销活动以刺激消费 昨天一天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顾客的预约电话 大概有40多个 现在接到晚上预定的话 已经有十二三桌的样子 而且商场的整个人流量要比之前要好了很多 感觉人气又回来了 据了解 为了确保防疫安全 商场方建议顾客可提前预约就餐服务 在入店前虚扫长锁码 目前堂食人数不能超过店内总座位数的50% 且每桌之间也要求有一定间隔 并将根据防疫要求进行动态调整